記者 報告 美國蒙大那州一名17歲少女 日前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 成功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成為全美最年輕的博士 也是全球第三年輕的博士 綜合媒體報導 來自大瀑布城的金白利 在3月18日通過有多位學者評委 提出質詢的論文答辯環節 在加州州勢大學順利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主力研究全球領導力 成為美國最年輕的博士 據了解 金伯利自小就興趣廣泛 包括自學 拼逢臉皮 騎馬 烹飪 繪畫 彈樹琴和旅行等 而且自小就習慣自主學習 12歲就高中畢業 15歲完成大學學士課程 金伯利的母親 阿德里亞對《大紀元時報》表示 無論是擺檸檬水攤位 還是籌款埋泡谷 金伯利始終具有良好的商業意識 他有堅韌不拔的精神 這是他所做任何事情都能體現出來的 父親格雷格表示 他們不會強迫子女學習 而是鼓勵他們去探索興趣 並隨時給予支持 例如了解女兒 何時參加考試 並且儘量在家裡保持安靜 為女兒提供舒適的學習環境 這對父母 對孩子正確的教育方式 確實得到了相應的回報 除了金伯利之外 她的四個兄弟姊妹 同樣是學術界的新秀 她的姐姐在18歲生日的前幾天 成功取得擇士學位 弟弟妹妹也有興趣給同齡孩子 提早完成大學的課程 對於金伯利取得博士學位 她的父母並不認為她是天才 不要叫她做天才 她只是對很多事情充滿熱情 並且努力去實現 金伯利本人 期待可以盡快展開她的事業生涯 並且希望從事行政管理行業